新冠病毒疫苗是用哪个年龄段? 特定人群有什么接种建议? 看看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怎么说? 请点赞订阅 谢谢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 第一版你想知道的都在这 Q新冠病毒疫苗是用哪个年龄段? A18周岁及以上人群 Q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剂次和间隔是多久? A新冠病毒灭活疫苗Vero细胞接种2剂 2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建议大于等于3周 第二剂在8周内尽早完成 重组新冠病毒疫苗五行腺病毒载体接种1剂 重组新冠病毒疫苗CHO细胞接种3剂 相邻2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建议大于等于4周 第二剂尽量在接种第一剂次后8周内完成 第三剂尽量在接种第一剂次后6个月内完成 Q新冠病毒疫苗持种该如何补种? A对2剂或3剂次程序的疫苗 未按程序完成接种者 建议尽早补种 免疫程序无需重新开始 补种完成相应剂次即可 对在14天内完成2剂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者 在第二剂接种3周后尽早补种1剂灭活疫苗 对在14至21天完成2剂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的 无需补种 Q60岁及以上人群有什么接种建议吗? A60岁及以上人群为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重症 死亡高风险人群 目前 4个副条件批准上市的新冠病毒疫苗 三期临床试验研究纳入该人群的数量有限 暂无疫苗对该人群的保护效力数据 但1、二期临床研究数据显示 该人群疫苗接种安全性良好 与18至59岁人群相比 接种后中和抗体低度略低 但中和抗体阳转率相似 提示疫苗对60岁以上人群也会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 建议接种 Q18岁以下人群推荐接种吗? A目前已有的疫苗尚未获得用于该人群的临床试验数据 暂不推荐18岁以下人群接种 Q慢性病人群可以接种吗? A慢性病人群未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重症 死亡高风险人群 健康状况稳定 药物控制良好的慢性病人群 不作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忌人群 建议接种 Q育龄妻和哺乳妻女性可以接种吗? A如果在接种后怀孕或在未知怀孕的情况下接种了疫苗 基于对上述疫苗安全性的理解 不推荐仅应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而采取特别医学措施如中止妊娠 建议做好孕期检查和随访 对于有备孕计划的女性 不必仅应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而延迟怀孕计划 虽然目前尚无哺乳妻女性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对哺乳因幼儿有影响的临床研究数据 但基于对疫苗安全性的理解 建议对新冠病毒感染高风险的哺乳妻女性 如医务人员等接种疫苗 考虑到母乳喂养对婴幼儿营养和健康的重要性 参考国际上通行做法 哺乳妻女性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 建议继续母乳喂养 Q免疫功能受损人群 接种建议有哪些 A免疫功能受损人群是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重症 死亡高风险人群 目前尚无新冠病毒疫苗对该人群 例如恶性肿瘤 肾病综合征 艾滋病患者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感染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 该类人群疫苗接种后的免疫反应 及保护效果可能会降低 对于灭活疫苗和重组亚单位疫苗 根据既往同类型疫苗的安全性特点 建议接种 对于腺病毒载体疫苗 虽然所用载体病毒为复制缺陷型 但既往无同类型疫苗使用的安全性数据 建议经充分告知 个人权衡获益大于风险后接种 Q 既往新冠患者或感染者可以接种吗 A 现有研究数据表明 新冠病毒感染后6个月内罕见再次感染发病的情况 既往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 在充分告知基础上 可在6个月后接种一剂 编辑 朴沁莹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 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网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表后的 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